第六章段落与间距 在本章节当中 我们将带各位来学习文件段落的进阶设定 了解段落的进阶设定 可以让我们所编排的文件 更具有专业文件的排版风格 此外 我们还将针对换行换段换页的操作进行说明 以及定位点的设定 还有如何在长篇文件当中 进行快速导航的一个操作 本章节的学习目标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 换行换段与换页的操作 第二点 段落的进阶设定 第三点 缩排的使用 第四点 定位点的操作 第五点 快速导航的技巧 首先 我们先针对于 段落与间距的一个进阶设定 来进行示范介绍 段落设定顾名示意 就是针对文件的段落为设定对象 因此 当我们要针对段落进行设定的时候 不需要像设定文字格式一样进行文字的反白选取 而是只要将编辑的焦点放在我们要设定的段落当中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利用段落设定的对话框进行我们所需要设定即可 因此在接下来我们先针对于段落设定的对话框 几项重要的设定项目进行说明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操作示范 首先要打开段落设定的对话框 第一个动作将焦点放在我们要设定的段落内任何一个地方之后 按下键盘的快选键 叫出快选功能表 接下来用方向键上下找到段落的项目 找到段落之后 按Enter键 就能开启段落对话框 段落对话框一般缩排段落间距 对齐方式 下拉式方块靠左对齐 好的 在此对话框开启之后 预设值焦点会停留在第一个项目栏位 对齐方式 接下来我们就对话框当中的几项重点项目进行说明 第一个 各位刚听到的焦点所在对齐方式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章节有学过的 针对段落的文字进行靠左 至中靠右等等对齐的设定 在此对话框当中 我们可以利用Tab键进行不同项目焦点的切换 大纲阶层 下拉式方块本文 Auto 这个大纲阶层下拉式选单的设定 是可以让我们针对于所设定的段落在大纲模式下所要设定的阶层进行调整 这在大纲模式的浏览下相当好用 继续Tab键往下听听看 左L 编辑区 L 零字元 一选取 好 这个左以及下一个项目 右R 编辑区 L 零字元 一选取 这个左跟右主要是针对于段落的左边缩排以及右边缩排进行设定 所谓的左边缩排就是指将整个段落的左边缘往文件内缩我们所要的一个字元素 同样的道理 右边缩排就是将整个段落的右边界往文件的内部内缩我们所需要的字元素 那一般来说会设定主右缩排通常是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段落 像是什么前情提要啦前言啦或隐言这样的特殊段落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看 指定方式S 下拉式方块5 Alt S 这个指定方式呢也是一个下拉式选单 它主要是针对于段落的第一行 也就是首行进行突排或缩排的设定 再来Tab键听下一个项目 位移点数Y 编辑区Alt Y 空行 这个位移点数呢 则是搭配刚刚指定方式 针对于首行 也就是第一行的缩排或突排 进行字元素的设定 镜像缩排 M 核取方块没勾选 Alt 这个注定值比较少用到 保留预设值即可 文件隔线被设定时 自动调整右侧缩排 D 核取方块勾选 Alt 此项目也是保留预设值就好 与前段距离 B 编辑区 Alt 铃航一选取 这里 与前段的距离 也是一个设定项目 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需要的数值 它跟下一个项目 与后段距离 F 编辑区 Alt F 与前段距离 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 就是针对我们所俗称的段距 段落跟段落之间的间距进行设定 我们可以在实际的文件排版上根据我们的需求针对段距做设定 继续往下听 段落对话框一般缩排段落间距 航距 Alt 下拉式方块单行间距 Alt 这个地方是针对于航距进行设定 所谓的航距就是指同一个段落当中 航与航之间的间隔 那这里是利用下拉式的选单进行参数上的调整跟设定 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下一个项目 星高 A 编辑区 A 空航 这里所谓的航高也是针对于航跟航之间的间距做设定 只是这里我们可以利用数值来进行调整 所以航距跟航高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 段落对话框一般说文件隔线被设定时贴其隔线 此外这些个数据选项 我们一般都保留预设值就好 所以以上我们先就段落对话框的内容几个重点先进行说明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实际的一个示范操作 Word 一般来说我们在针对文件段落的设定 最常做的设定值就是第一个 每一段的开头我们会内说两个中文字 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文件 哪个地方是一个段落的开始 可以很清楚的被标示出来 此外我们也会适当的去调整 同一个段落当中 航与航之间的间隔 让它有一个适当的间距 这样子我们在阅读上会更加的一个顺利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到这样子一个常见的一个段落设定 我们呢要如何来实际的去做运用 接下来我们来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 我先将我的那个编辑焦点停留在我要设定的第一段的文字段落内 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按下键盘的快选键 功能表 交出快选功能表之后呢 利用方向键上下找到段落项目 复制重新自行段落 然后按下Enter键开启段落对话框 段落对话框一般缩排段落间距 对齐方式 我利用Tab键找到我要进行第一行内缩两个中文字的设定项目 大纲阶层做L6R指定方式S 下拉式方块5S 就在这个指定方式的项目上 我们利用方向键向下 指定方式 通牌第一行 利用方向键向下向上呢 可以发现此项目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通牌 一个是第一行 若我们要做到首行缩排 在这里 请各位选择第一行 选举完毕之后呢 按一下Tab键 跳下一个项目 段落对话框一般缩排段落间距 位移点数Y 编辑区 2字元 一选取 我们可以听到 下一个项目 位移点数 已经预设为两个字元 这个位移点数 加上刚刚的指定方式 选择第一行 就能够完成首行内说 两个中文字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设定 段落对文件隔线与前段距离 B 编辑区 OB 与前段 0行 这个与前段以及后段的距离呢 各位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进行设定 这也是一个下拉式的一个选单 我们可以利用方向键上下 自动 0行 0.5行 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做设定 这并一般来说没有硬性规定 那这边我就先简单的调整 与前段距离 一行 一行 好 同样的与后段的距离 与后段距离 0.5行 一行 我也利用方向键上下调整为一行 这是指断距的设定 紧接着往下 Tab 键 航距 下拉式方块单行间距 OK 好 在行距的部分预设指是单行间距 也就是行与行之间 空格大小为单一行的一个行高 我们可以用方向键向上向下 来切换不同的设定值 行距 2倍行高 1.5倍行高 好 这里呢 我就选择一个蛮常见的设定值 叫1.5倍行高 完成以上设定之后呢 我们按Tab 键 将焦点移到对话框的确定按钮上 段落对相同样式 文件格线定位点 设定成维 确定按钮 然后按下Enter 键 完成整个设定 Word 练习档 Word Microsoft Word 此时焦点会回到文件编辑的区域内 那我们的设定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我们可以利用NVDA键加上F来听听看 样式 Performative Text 姓名体实 PT 预设色彩靠左对齐第一行缩排两个字元行距1.5倍行高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原本第一段的段落 目前的段落设定 第一行内缩两个字元 并且1.5倍行高的设定 那各位就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 将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以上这样的设定 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段落区分的相当清楚 各位可以多加练习 所以各位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我在将这一份示范练习文件的每一个段落 都按照刚刚我所示范的段落设定 完成了首行内缩两个中文字 行距1.5倍行高的相关设定值 那这样子整份文件是不是看起来段落就非常的分明 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使用这个练习档案来示范 我们如果在阅读或者是浏览 编辑一份篇幅较长的文件的时候 我们Word跟NVDA有提供一些快速导航的组合键 让我们可以在文件当中快速寻找到我们所要的地方 这样的快速跳转功能 可以让我们在浏览文件上更有效率 以下的几个组合键 各位可以稍微熟悉一下 这就是我们在文件当中快速导航跳转会用到的组合键 第一个Ctrl键加上Home键 这个组合键可以让我们的焦点移回整份文件的最前面 第二个组合键Ctrl键加上End键 这个组合键可以让我们的焦点跳到整份文件的最尾端 第三个组合键 单独按下Home键 可以将焦点跳到焦点所在这一行的最前面 第四个 单独按下End键 可以让焦点移到焦点所在这一行的最后面 第五个 Ctrl键加向上方向键 可以跳至上一个段落的最开头 第六个组合键 Ctrl键加上向下方向键 可以将焦点跳至下一个段落的开头 那么如果单独按向上或向下方向键呢 则是在行与行之间去进行焦点切换的动作 但是要请注意的是 以上所介绍这些组合键 除了我们焦点会进行跳转之外呢 连实际的编辑游标也会跟着跳转 也就是说 在暴读跳转不同的段落资讯 以及位置的内容的同时 我们的编辑游标也会跟着相对移动位置 这一点请各位要特别的注意 那以下我们就来做一下实际的示范 当你今天在浏览一份长文件 听取其内容的时候 你想要快速的回到整份文件的最开头 你只要按一下Ctrl键加后键 焦点就跳到整份文件的最前面了 接下来Ctrl键加上end键 焦点就会跳到整份文件的最尾端 接下来我也可以试着利用Ctrl键加上向上方向键 如果你不知道ISO的OC架构 它就会将焦点跳到上一个段落的开头 再来我们也可以利用刚刚提到的 单独按下向上或向下方向键 各架构 如果你知道这个架构 定很好奇我们该如何公平地有效地 它就会在每一行行与行之间上下去做切换 再来我目前焦点停留在某一行之间 我单独按下end的键 键 焦点会跳到该行的最尾端 同样的如果我单独按下home键 定 焦点也会跳至该行的最前面 所以善用以上这些快速导航的一些组合键 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在各个段落 治理行间去移动我们的焦点以及编辑优标 这会让我们在编辑长文件的时候 有更加有效率的一个操作动作 以上就是本章节教学示范的一个重点内容 除了我们在本章节影片当中所示范介绍的重点之外呢 在本章节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像是定位点的设定 还有缩排的进阶运用 以及更多快速跳转的技巧 都可以请各位到我们台湾有声书学会的官方网站 到Daisy专区去下载Microsoft Word 搭配NVDA萤幕报读软体 学习入门的教材去进行研读 在研读过程中 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欢迎与本学会的讲师群进行联络 谢谢大家